大家好,我是Dan 今天我们先来看一下 引起网友们关注的一个新闻 一直坚持无接待经营方正 也就是不像银行借钱的Cube娱乐 在上市10年后 首次从银行筹集资金了 娱乐业界推测 这可能与Cube娱乐旗下核心知识产权 较加一点的续约有关 根据7月16号 航母金融监督院电子公司系统等资料显示 Cube娱乐于11号决定筹集 100亿韩元规模的短期借款 娱乐业界正密切关注 Cube娱乐在资本市场上异常筹资的背景 有费息指出 Cube娱乐这次的资金筹集活动 应该与旗下拟团 游家艺者的续约费用有关 游家艺者是2018年5月在韩国出道以来 已步入第7年 并持续拥有稳固的粉丝基础 游家艺者实体专辑出动销量 已连续三次达到百万基 成为Cube娱乐最重要的知识产权 而目前Cube娱乐对于资金筹集 和游家艺者的续约等问题 仍然保持沉默 Cube娱乐相关人士对媒体表示 资金是由总公司而非子公司筹集的 很难公开具体内容 希望理解为是运营所需的资金 并且强调说 这绝不是因为公司的资金状况困难 或流动性不足而筹集的 韩国爱尔协会研究员表示 在股价上 Cube娱乐的风险因素 在于其核心IP只有游家艺者 随着游家艺者的续约时期逐渐临近 单一IP风险可能会逐步更加突出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Cube如果失去游家艺者的话 会面临大麻烦的 我觉得游家艺者应该会续约 从他们的话中感觉到有这种预感 希望他们不要续约 虽然我爱游家艺者 但是公司安排的行程案 纪念日准备等事宜 实在是让人太失望了 游家艺者的成员组合非常好 希望他们能够长久活动 因为有很多外国成员可能不容易 但真的希望能够长久看到他们 所以大家是希望 游家艺者和Cube续约 还是不续约一起去别的公司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提到New Jeans的Kiss of Life的Natti 以下是Natti在粉丝论团 与粉丝们的对话内容 最近在音乐节目中 我们经常与New Jeans重叠活动 很高兴大家彼此喜欢 每次经过时 大家都会互相喊叫冰松爱心 Cube 他们都像珍贵的娃娃一样 Cube真的太可爱了 这时候一位粉丝留言 Challeng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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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Natti回复 不行啊 不能让我们的娃娃们摇屁股 说不能让他们摇屁股 Cube Natti啊 你对我们来说也是个娃娃 Kiss of Life不是走性感风格 有很多摇屁股的舞蹈 不过New Jeans孩子们跳应该也会很可爱 娃娃对娃娃说你是娃娃 女生之间的友谊真的好美丽 希望最近越来越红的Kiss of Life和New Jeans都能 继续走花路 继续走花路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 韩国各年代爱豆必有的 长发男爱豆 Clippy 吴忠祐 Super Junior 金米철 Shiny 田明 P1 A 布施鲁 Seventeen 江汉 SF9 虚映 New East Dan 3Kids FELIX HONG JIN TUBAIT TO POMGYU BOY NEXT DOOR 遗憾 LINE JEWEN BIN TANK YOU 少年团 TANK 啊 安定 啊 啊 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